Hello,大家好,我是Alisha,加拿大政府注册移民顾问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每个礼拜的Case Studies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就看很多联邦法庭的判案 通常是那些司法复合的Cases 申请人通常是移民局就是他签了他们的一些签证 或者是学生签证,或者是Word Permit,或者是其他的移民的签证 那我们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看看联邦法庭 现时如何去演绎加拿大的移民法 第二就是总终看到有些Case 我们可以为了提高我们客人的Visa 那个申请的成功率,我们会看一下 有什么的位置我们避开,有些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那每个礼拜我就会抽个Case出来和大家分享 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Ontario Provincial Nominee Refusal 今天有Case Study 那想知道更多的详情就请你去Federal Court of Canada 打Document Number IMM560423 或者Citation Number 2024 FC980 就知道这些详情了 那我就和你们简单概括一下背景 Applicant就是成功地拿到叫做安达量省的省提名计划 Ontario Provincial Nomination 去申请PR的,那很幸运 那他用特快通道Express Entry 那IRCC就拒绝了他的PR申请 因为其中一个重要的Document 虽然是Ontario Provincial Nomination 是选了他,那有张Certificate是发给他的 那是E-mail了给他的 那IRCC就问他拿,给了机会他拿 那他是没有提供到IRCC这份Document的 那最后呢,IRCC等了给足够的机会的时候 就拒绝了他的PR申请,那很可惜 那他就申请司法复合的 那我们看看那个timeline先 IRCC officer就是给了一个Deadline 2022年的10月21日 一定要提供一个Predential Nomination的Certificate 那他过了Deadline两天 不就是因为圣诞节了 那他23日才回覆,就说没有啊 没有Certificate 那样,MyCC officer都很好人的了 那2022年的12月30日就回覆他 就extend了那个Deadline 去到2023年的1月10日 叫他继续補回Predential Nomination的Certificate 那2023年的1月3日和9日呢 他就contact了IRCC 就说真的没有Certificate 就叫Predential Nomination 就说没有了 那跟着呢,IRCC就是contact了 Applicant,contact了那个Predential Nomination 那那个省政府就说 我8月已经给了你的 那不会再给你的了 那IRCC1月12日呢 就是过了Deadline两天就拒绝了它的application 那他就1月12日申请reconsideration 那2023年3月7日呢 ICC拒绝了它的reconsideration 那看一下Fedal Court Canada 怎样看先 第一就是有证据证明到呢 安大略省Ontario Province呢 就在由2020年的8月11日 就是IRCC叫申请人 这个12月前呢 就已经给了Certificate 给个applicant的了 那不知为什么它是收不到啦 那就是没有证据呢 IRCC是有它的Certificate的 但是不要紧要 那法律就是法律啦 那是Under加拿大移民法呢 就是Section 161呢 那移民国是有权 向申请人去要求任何的Document 包括这个Certificate 尤其是这个Certificate 因为它是被Ontario省 提名去做永久居民身份的嘛 那它一定Certificat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那Under移民法律的Section 161呢 而IRCC的Officer呢 是有权去邀请申请人去提供这个资料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算是没有呢 那申请人都证明不到 那个Certificate很难拿到 而且 它不承认到 2022年8月11日 已经安大量省 已经Email了Certificate给它的了 那法官总括呢 就觉得IRCCOfficer就给了机会 给了两次机会 我们上次看到 那变成了个Decision呢 就是Justify, Transparent and Supported by the Legislation 合法 合备 合情 那样 那它的司法覆核呢 就Dismissed了 那我们当初学到些什么呢 那如果是申请省提名计划的时候呢 Make sure 最重要Document呢 就是Provincial Nomination Certificate 虽然在Certificate法之前呢 那个Provincial 会传个Octualization 给你的 但是那个Certificate 一定是非常之中的Document 我希望这个Case可以帮到大家 那如果是的话 请你和你的朋友分享 如果你觉得有其他TOPIT 都要我们去research的 请你在comments的留言 那如果你觉得你的Case 需要我们去独立地 和你一个confrontation 请你contact我们 今个星期和大家分享到这么多 下次再见 拜拜